恭喜發財 農曆精悅大年初三 中國人傳統稱之為赤口 即是異語人發生口角 朝野是非 不過王浩信和唐詩詠 這一對不懂殺嬌好拍檔 表面鬥嘴互摘當應節 事底下默契十足 上個月這一對好拍檔 首次榮星事低事後 踏入2018 募述九年 兩個人希望延續超強運勢 事業繼續一飛衝天 同時祝願大家可以跟他們一樣 身體健康和日日開心到誕氣 覺得去年怎樣 新一年有什麼展望呢 工作上的確是一個 很多回憶的一年 我們一直以來奮鬥用標 好像是達成了 有一個很好的獎項 很感謝我們的觀眾 一直給我們這麼多支持 當年 我和阿司也有 都 都 又回不上了 日子了 對 希望繼續有得做下去 嗯 對 很開心的 接下來的9年的展望 9年的展望 希望將來會有很多不同的作品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我們 希望身體健康 這個很討厭 希望我們可以試到更多不同的東西 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可以學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的確 剛剛這個獎項是人生的一個很好的歷程 接下來做些什麼我都要再照顧一下 希望工作上可以給予更多新的驚喜觀眾 很多人都想聽你唱歌 唱多些歌 我想的 其實我想的 但我不想客氣觀眾 就是你要做一個好的唱片 你要做一些好的音樂 其實和拍一部好的劇是等同的力量 這幾年長時間都在拍一部劇的時候 我不覺得我是有足夠的精力 去做一件好的作品給觀眾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做過 但主題曲對我來說我覺得是正確的 因為我在這個劇本裡面經歷了三四個角色 我經歷過這個角色 所以我唱出來我相信比較入獄 所以暫時在主題曲方面發展 新年你們有沒有教訓 通常會如何慶祝 會不會有什麼傳統 你們習慣 我來看看 新年什麼做 先休息一下 對 即是新年都要開工 新年都要開工 你呢? 我新年就不用開工 你聽他知道 因為我新年就要盡食 因為新年後我就要剪了 為什麼? 你需要肩膚嗎? 我的PT 即是我的PT 是嗎? 我勸喻我要剪掉 新年後我就會剪掉我的電話 我打算和家人去旺角 因為旺角有很多新年是很熱鬧的 我希望今年可以和爸爸多走些年宵 逛逛旺角這些 和他去買東西 那會不會總結一下今年願望 就是蕭榮希望今年一圓到了 可以找到生命才會 會呀 身體健康 因為那些是不能這樣的 那些緣份的事情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即是月球就越… 直接不能求 隨緣 隨緣最好 隨緣最好